这世间有因果业报的道理 因间 因朝地府也有因律 跟人间有法律一样 这鬼不能没有事情缠着人的 你晓得吧 他要是能这样缠着你 跟着你闹你 那就是下面他是有批准的 就像我们人间的法律 人不能没有事情去伤害另一个人的 你违法了 你犯法了 要报警了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 所以他可以继续这样子纠缠你 施逆缘 让你痛苦 有看你用什么心态来看待他 有的人把他当作妖魔鬼怪 我好害怕 有人把他当作仇怨 你又来了 真是的 我们过去就说有再大的仇 我也印经给你了 你也该够了吧 做鬼不要这么不知足 这个不要讲 你一讲晚上又有事情 他又来了 为什么都是晚上 白天也有可能 晚上就是阳气没那么重的时候 就他的时间的 你要睡觉吗 好啊 你早上说我作鬼不要太贪 是不是 我让你知道什么叫作太贪 这些不用抱怨了 你就好好跟他解缘世解 有的人把他当妖魔鬼怪 有的人把他当仇敌 有的人把他当逆缘菩萨 你说依我的根气 我要是没有这鬼压闯啊 鬼来闹我 我不精进的 对不对 自己没有师父 没有道场 他会一直要念佛 就看连续剧 看电视就学念佛了 一直要做善事 一直去劝人 一直埋小狗小猫 这种人是艺术很少的人 他做善事 做功德 就像这个文昌帝君 英志文 我们了凡事去 后面都有节路的了 他自己像会去累积分数 累积点数这样做的 这种人很少啊 大家都是倒霉的时候 遇到违缘 已经生病破财 人生的痛苦来 我念经都是这样 我拜佛了 这叫临时抱佛脚 大部分都是这样 是不是 所以他懂得 又要一直去行善积德 这种人是少的 可能在座 你就是这种人 很抱歉啊 我不是在说你 我们要不要现场做个调查 你手都举不起来 我跟你讲 你看人家这样每天 都没有道场 没有师承 没有人劝你 你就会不断地行功利得 不断地精进 我们要看这种的有几位 举手一下 没有几位 我看是全场啊 一两位都没有 但这就是要有一个道场 要有一个很龟毛的师父 要有一个童秀啊 交功德款了 像菩萨一样 慈悲度你 你才会一年 两年三年的 不断地持戒 行善 听经 文法 自立立他下去 你信不信 你回想一下 道场功德多大啊 你要知道 像我劝你修行 劝你行善 劝你持戒 跟同修劝你 你要知道 他那个就是 就是 不济荣辱的 我要劝你行善 劝你听经文法 劝你持戒 劝你做一个好人 同学要来确理 他都知道 你可能会怎么看待他 对不对 台湾现在 酸民的风气 有那么盛 他要在心里 怎么酸你 你也不晓得 但是这些的荣辱 都不济了 反正我就是这样 慈悲地劝你 慈悲地等待你 你要怎么对我 再说 随便 这是我 我行 我修菩萨奴 我要有的觉悟 我修大圣 我要有的觉悟 你怎么看我随便呢 也是消我的业障 对不对 要说我好 不要说太好 你说我太好 我就大头正 尾巴就翘起来 你说我坏 也不要说太坏 我也没那么坏 大家就是这样 互相争议成就道义 换来有意义的一生 所以在道场 你看时间很快 但是这样 你想 时间过得快也好 来不及做坏事 来不及造业 我又赚了一年 做了一年好人 做了一年 佛教徒 我有听经文法 我有持戒 我有随喜行善 我今年不虚读 这也是非常好 我今年不虚读